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四百二十二集 天舞公主求见皇上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 萧九安一出宫就知道 不过她只是应了一声就不再多问 回到王府 萧九安大步朝寒水塘走去 刚走进书房 侍卫就来报 王爷 王妃求见 王妃 昨晚不欢而散后 纪云开居然还会来找她 还真是意外 不过 想到琉璃房的事 萧九安就知道纪云开为何而来 想必是来求本王帮忙的吧 这女人总算是有求人的姿态了 请她进来 萧九安将刚拿起的信件放下 身子往后仰 靠在后椅上 双手随意地放在扶手上 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不经意的动作 却流露出无法言喻的霸气 侍卫暗暗吸了口气 连忙退了下去 不多时 纪云开就进了 见萧九安随性地靠在椅子上 纪云开就知道 萧九安是在等她 而不是像先前那般 动不动就给她下马威 让她在书房内哭等 这可真是可喜可贺呀 王爷 琉璃房的事你知道了吗 萧九安不给她下马威 纪云开自然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道 嗯 萧九安轻硬了一声 略略抬眼扫了纪云开一眼 见纪云开神色平静 没有一丝求人的窘迫 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开心 他们是夫妻 确实不需要用求的 端王世子说 查不到幕后主事者 不过我想 也就那么几个人 所以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纪云开不再重复 琉璃房的事 只将他给端王世子 出的主意说了出来 琉璃房毕竟有 燕北王府的一份 他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这事 要告诉萧九安一声 不然万一出了插池 琉璃房亏了钱 萧九安再怪端王世子 就不好了 就这些 听完纪云开的话 萧九安不可避免地脸黑了 他还在等这个女人 开口求他呢 他甚至想 要是纪云开求他 他是要直接应想 还是故作为难 等他多求几声呢 可不想 这女人压根不用求他 自己就把事情办好了 还办得 这么漂亮 就是他也挑不出错来 就这些 王爷有不满的地方吗 纪云开客气地询问了一句 虽然他怎么想都觉得 他出的主意是最好的办法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 与其天天防着北辰 南疆人打主意 不如主动出手 他就不信 端王世子把这话放出来了 天舞的人还敢妄动 更不相信北辰南疆 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 就为了弄一个烂大街的方子 他们真要这么做 纪云开也认了 反正最后吃亏的肯定不是他 不满 纪云开事情都做了 他还有什么不满的 不过 他还是需要提醒 纪云开一句 有些事 不宜做得太过 萧九安抬手在桌面上 轻敲了一下 你可知啊 琉璃房被烧 皇上为何一点也不重视 纪云开想了想才回到 因为 更大的利益 天舞公主今天进宫 见了皇上 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 皇上不会允许你们制作琉璃 他们做出了琉璃 皇上不仅没有好处 还能壮大燕北王府的势力 若他是皇上 他也不会允许 天舞给出了更大的利益 利益为先 纪云开能理解皇上的所作所为 不 是你们一点利益都没有给皇上 琉璃房的事是 端王世子和纪云开一手操办的 他一直以为 以端王世子的聪明 应该会给朝廷一些好处 结果端王世子一点好处也没有给朝廷 且把大量的好处给了燕北王府 这样的情况下 皇上会满意才有鬼 敌墙我便会弱 皇上是不会给他壮大的机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宁可把金矿移为平地 也不愿意冒险让皇上知晓他寻到金矿 皇上要知道了 只会对他防备更深 甚至会加快渗入燕北军的速度 打破朝廷与燕北之间微妙的平衡 而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 他为了护住燕北王府 为了护住燕北军 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不过 这些萧九安不会跟纪云开说 纪云开只要负责做燕北王妃就好了 外面这些风风雨雨 自有他萧九安 亦肩扛 纪云开一证 主动认错 这事是我的说服 他承认 他在做这件事上 完全没有考虑到朝廷的立场 也没有想过给朝廷好处 在他看来 燕北王府与朝廷是对立的 既是对立 那就不可能存在合作 毕竟朝廷怎么会放任燕北王府 发展壮大 与你无关 纪云开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 哪里懂这些 且这事不管他们怎么做 只要燕北王府占了好处 皇上就不可能放过他们 这件事你不必再管 端王世子会处理好 纪云开主意都给他出了 要是还摆不平此事 那端王世子也不过如此 纪云开轻叹了口气 没有再多说 这事他确实做得不够漂亮 没有考虑到各方的利益 给燕北王府和端王世子惹麻烦了 现在萧九安不让他插手 他便不插手好了 除了琉璃房的事 纪云开还有一件事 想要征求萧九安的意见 知道学宫的莫问先生给我烧口信 邀我去知道学宫 我能拒绝吗 你不想去 萧九安诧异地看着纪云开 这个笨女人可知道 莫问先生邀请代表什么 纪云开这一去必然会造成轰动 也会在清流明世中占一席之位 很明显 莫问先生这是在提携纪云开 至于原因 就冲凤琪是莫问先生的弟子 这一点就足够明白了 虽然他有点不开心 但是这事对纪云开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他不会阻止 不想去 纪云开摇头拒绝 眼中没有一丝不舍 坦坦荡荡地说道 我没那个能力 也没有那个资格 成为莫问先生的客人 才女这种东西是要真才实学的 是要靠脑子的 而不是靠脸 我能装一时 却装不了一辈子 莫问先生 是看在师兄的面子上 才这么帮我 我不能给师兄抹黑 他不是什么大才女 虽不至于目不实钉 但绝不是什么才华横溢之辈 莫问先生把他捧得这么高 他摔下来会很惨的 而且装才女这种事 装一时可以 要装一辈子 他真的做不到 没有金刚钻 就不要懒得瓷器活 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 你倒是 有自知之明 萧九安从来没有见过 有哪个女人会这么自贬自己的 他见过的女人 不说皆爱慕虚荣 但有这样成名的机会 绝不会放过 可偏偏 既云开 就一点也不心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